这里要一次的 拿着灯笼给小妹妹态度超清明 基隆德义堂议宣文化协会 一月底在基隆奠记宫 举办元宵发灯笼活动 站在中间穿着蓝色背心的 就是吴姓理事长 但他从时却也是黑帮天道蒙太阳会 基隆分会大哥 发文高调感谢市府协助 秀出基隆市府颁发的团体立案书 以及负责人当选证明 炫耀意味十足 2月4号才刚刚成功选上 第二届理事长以32票高票当选 现在却被起底 曾与龙阳会黄信会长等9人 去年8月设办向基隆庙口 超过15间店家 抢索保护费 两年来得手超过700多万元 去年底起诉交保后 转眼间竟然成为民间议文团体负责人 还是市府亲自认证 也被外界怀疑 是不是在公开为黑道洗白背书 本局表示 绝不容许帮派借由各类犯罪 危害社会治安 并贯彻市长上任后 宣示打击黑帮犯罪的决心 基隆市府表示已经在进行了解 如果不试任就会撤销资格 实际来到协会会址 直接就设在电机公楼上 实际上附近爱一爱三路 小吃店卡拉OK店等等 多年来常常被索取保护费 以及为事费早已不堪其扰 这回基隆市府公开让黑道大咖 担任协会理事长 也让外界感到讽刺意味十足 3新闻林俊华校报名 基隆采访报导